您好 我们终于回到家里了 是啊 出去玩了9天8夜 逛了9个城市 觉得还挺累的 1900英里 大概3000公里 我们开车开了 我们现在正在 这有多少 87个公路上往加拿大 往Quebec City那边赶 中央要路过边境检查站 我们主要是代表我们创访加拿大 在川普当政的时候 好多美国的左翼都跑到加拿大去了 然后人家不让他进 他们说我们是要申请政治避难到加拿大 咱们会不会被当非法移民给逮下来 以前美国和加拿大边境是非常松的 尤其对于美国人来讲 可能拿一个驾照 以前都不要护照了 开车就过去了 然后现在不行了 现在好像是从911以后 就慢慢的就开始要护照了 双方都要护照了 然后这两年疫情 又多了一些限制 她现在要下载一个APP 叫做ArriveCan 就等于ArriveCanada的意思 我太太这是第一次去加拿大 她过去在Michigan那边 其实都能快看见加拿大了 其实在Detroit那块住的时候 对面Toronto挺近的 很多人过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去 对我以前在Adle Hall也待过 然后当时离加拿大也很近 我们上学的地方有很多加拿大学生来上 然后其实以前是很松的 现在越来越严 最近我们听说 有些 这是很少见的 好多美国人跑到加拿大去 竟然被拒了 竟然被拒 对了 因为我在去之前就想看一下 这个入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看了几个人 你给讲一讲的是谁被拒了 对 我看了 尤其是开车过去 因为你坐飞机跟咱们开车还不一样 我专门开着开车过去的 有一两个都没有事情 但有一对夫妻俩 他们是RV房车做nomad的这种的 他们也没有在美国没有工作了 他们就到处旅游这种 他们计划就是说到加拿大师去看亲属 好像是什么family member 有什么什么event whatever 然后就是说准备待两个月 但是他们到那的时候就问了好多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带pepper spray 但这东西在美国实际上是很常见 很多人露营的人或者是女的 尤其是防身的买pepper spray 就是他们就说yes 对就是说他也不敢说谎 他就有 然后后来他们就进了小黑屋 左等右等 最后就把他们去签了 然后他们只好掉头回去 整个加拿大师把全泡汤了 不光是pepper spray 还有一个原因的你不讲 还有什么原因 不是说他没有工作吗 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工作 我想其实现在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多 nomeat这种 但是海关的人就是说 你也没有美国没有一个固定地址 你也没有固定工作 你也没有房产 你到加拿大想待两个月 什么意思 就是引起怀疑了 不这个事情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填表说你没有工作 人马上就是疑点 是吧 你比如说你租房子吧 而且他又没有房产 你的房客说你从哪来不知道 是吧 没有上一个地址不知道 什么有工作吗 没有 你敢租给他吧 没国家都担心 是吧 他担心你跑到这儿了 是吃加拿大的福利的 是吧 这个东西人家都是成为加拿大的负担 我估计这是可能更大的一个问题 上一个以前的一个工作 我每年大概都要去一趟多伦多 因为我们有一个分部在那儿 去开会去看一看 每年去一次 你知道吗 我每年是坐飞机坐到多伦多 然后每年都给在海关上 都给拉到小黑屋里盘问半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以前曾经申请过 老实交代 我以前申请过加拿大的绿卡 枫叶卡 知道吧 后来放弃掉了 可是因为我的记录 就已经保存在他的电脑系统里边 所以我入境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家伙办过移民 是不是 就是说他也不管你 现在实际上都有美国的公民 或者是绿卡的话 他也还继续审问 他就审问你为什么来啊 你待多久 反正我有很多很详细的问题 但每次都没事了 可是因为你有这个记录 就是在这 所以的话 我觉得咱们还是尽量的 能够准备就准备 你在填 你填的arrive can的时候 都怎么填 疫情以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加拿大的 其实你不需要下载这个APP 但是第二次必须有 但是就是说你第二次入境的话 就是疫情以后 第二次入境的话 你必须有 然后我们因为是出于谨慎起见 我们还是都下载这个APP 按照的要求填好了所有的内容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了 首先你把下载这个APP 都是free的 然后大概有这么几项内容 第一项就是填写你的基本信息 其实他要求你scan 他要求你用你的手机的摄像头 拍你护照的第一页 因为第一页上有一个码 所以说你拍了以后 上传那个照片以后 所以他所有的你基本信息的空白都已经填上了 姓名啊 你只不过是核实一下就完了 然后第二项是关于你接种疫苗的情况 这样的话你需要把你的疫苗卡拿出来 然后拍照片传上去 我们都是中过4次疫苗的人 至少两剂 第三项就是关于你这次旅行的行程 进入加拿大的入境的城市 还有这个大体的入境的时间 到底是在哪个城市入境 这很重要 然后呢 他还要求你在加拿大住在什么地方 还有联系方式地址这些东西 我们就RNBNB嘛 所以我们把RNBNB地址就放上去了 然后大体就这样 然后你上传 然后你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那边有一个 一个BARCODE 然后他一个在边境上来扫那个东西 他就会所有信息会掉出来 所以现在呢 就带着你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入关的 这个详细的过程 他都问了些什么问题 你看到了边境他想起来 水果不能带过去 现在突击吃水果了我们在那 HELLO 该我们了 HELLO 该我们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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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冰箱的文字 你需要这个文字吗 我没需要 送给你方便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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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名字 HELLO MARILAND Where in Maryland? Uh... Maryland And how long are you coming to Canada for? Like I said, sorry, I don't need the phone. It's okay, you don't need the phone. Okay How long are you coming to Canada for? Just this weekend. A week. A week. One week? Uh-huh. Where are you going? Going to Quebec City, Montreal, Ottawa. Yeah. Southern Island area. Holy mola! That's a lot of driving. So where are you guys staying? Different hotels? We have one Airbnb tonight and tomorrow and then hotels. Yeah. In the rest of the hotels? You know anybody in that area? So there's nothing you're bringing with you that's going to be staying in Canada? You're not giving anything to anybody in Canada? No. Is there any alcohol, tobacco? US dollar. That's the only thing we give up. No. How much money are you bringing with you? Cash? Yeah. Cash probably 50 Canadian dollar, 50 dollar, US dollar down. Okay, everything else just be on the card? The card, yes. Yeah, yeah. Firearms, the weapons, and the car. Pepper spray, mace, huh? Pepper spray. Oh, no. I've heard a story about thi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have pepper spr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llegal in Canada. Oh, it's illegal in Canada. Oh, that's right. It's a party with no pepper spray in Canada. No, no, no. I've never bought that. I don't know how effective that would be. Oh, it works. Oh, really? Oh, yeah, yeah. You get sprayed in the eyes, you'll be on the ground for a couple of hours. You'll be vomiting. Oh, we've never... That finally works. We've never used it. What we saw in the YouTube, it's like, okay, somebody stopped for the pepper spray, yeah. Oh, it's because they treated it as a weapon. Okay. It's like cayenne pepper basically in your eyes, right? Sure. Alright, take care. Thank you. Bye-bye. Wow, that is easy. 成功入關. 有一次我是返回美國的時候,返回美國,美國海關把我攔住了,攔住我就問我帶沒帶這個蔬菜還有水果,當時我就憑印象說我沒帶,他就問我,你能不能再確認一次你沒帶蔬菜和水果,我就說沒問題,我沒帶,然後這個人就說你下車,然後他進入我的車,然後從我的包裡翻出一個蘋果都爛了一半了,當著我原來面,然後還笑了笑,然後給我當著我的面給扔到垃圾箱了去了。 對呀,其實這種就是相對電影裡演的,登飛機之前也要咕嚕咕嚕喝一大堆牛奶,所以說這個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說呢,他們有的時候海關卻是有X光,回來的時候從另外一個口岸進美國的時候更簡單,真有名,美國護照,連隊也沒有牌,但是他問了你帶沒帶水果,我看你污漏過去了,實際上我們還真是有水果,他根本也沒檢查。 然後呢,因為我們在千島湖附近也去了好多小鎮去玩,我發現很多小鎮上有覆摸的那個iPad或什麼之類的,他說如果你是加拿大的人,這個坐船或者漂流到美國境內的話,你要自我申報,都要在那個iPad上填進去你的基本信息,是吧。 我看很多地方都有美國那個邊境保護局的小屋啊,港哨什麼之類的東西,總的感覺就感覺不一樣,就是說,鹽多了不以前,很多地方,然後我們住在那個千島湖國家公園,我發現那個公園已經在邊境上了,可能下水以後再游一點,就是加拿大的水域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那個邊境保護局的巡邏車在公園裡轉悠, 當然讓我們感覺很安全了,因為很多警察嘛,但是,但是就是說,實際上現在邊境控制比以前要嚴多了,其實美國加拿大邊境,我跟你說了比較容易,我還給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去其他國家有些有意思的事,實際上,非洲的是最難的,其實拿美國的也好,加拿大護照也好,去很多國家都是免簽的,但是不免簽的那些國家裡邊,非洲的最多, 然後那個確實是這樣,那些非洲國家都要簽證,然後呢,然後你去了,當然很多是落地簽了,是吧,然後那個就各種刁難,各種東西都是那些國家更多,其實你到歐洲去,很簡單的事情,對啦,我以前就是公務出差嘛,然後那個區域,因為我當時是,因為我們是政府的身份嘛,所以說公務出差到非洲那些國家的話,然後因為美國有反腐敗法嘛,是不允許向任何那個, 不允許行賄的,總而言之,然後呢,我們一個團,他們幾個都是白人嘛,所以他們出那個官就沒有問題,一下就進入,有時候在坦桑尼亞哈,有一次去坦桑尼亞,他們幾個人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後把我就攔住了,他們就看我這樣,就像中國人,我跟你講,中國人這個問題確實是這樣,中國人就是拿錢擺平 這個邏輯,他就認為中國人就能弄出錢了,你知道吧,然後呢,你知道吧,他拿我護照,他一看我是美國護照,他就是翻來翻去翻來翻去,他就找毛病是吧,後來他也沒挑出什麼毛病了,他說你交錢嘛,又有簽證費嘛,落地簽證, 然後我就給他一個50美元的一個紙幣,然後他就聽說,他說這個錢太,這個錢太舊了,他說不像真的,就拿這個身影來找查,你知道吧,我知道他就是想要錢,說白了,你再塞給他20美元,就解決問題了,但是我們不行啊,因為我們都有反腐敗法,是吧,出了事兒, 這是大問題,所以我就給他折騰,我也給他距離力爭,他最後看我實在是很堅決,最後還是把我放出去了,但是人家外邊等了將近大半個小時,你說你幹什麼了,在裏邊,這個經歷讓我想起了,我那會去柬埔寨,那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們一起同事,白人,就走過去沒事,然後就把我攔住,問這問那的,後來他們就提醒我,就說你給20塊錢就行了,我就給他20美元,你知道在非洲啊,在非洲的柬埔寨,東南亞瓜都一樣,有很多,很多中國人是黑的, 沒有什麼正規的東西,所以他就是看咱們,他們突然檢查年底的時候,他們知道年底他沒錢了,他們就突然抽查那些,看你像中國人,他就查你,查你以後,其實你給他錢就完了,所以這個事情他就覺得,讓咱們行賄他們,這就成了行賄了,所以就分享一下啊,這次介紹這個,就是出關和入關的這個過程,是和這些跟我們經歷一樣的,有美國護照的這個,作為參考,後邊呢,我們還介紹很多我們旅遊的不同 不同城市和我們的一些感受吧,疫情的原因是在美國玩的,是吧,想出國,但是現在也不敢坐飛機,所以說現在去加拿大,加拿大大部分說英語的跟美國差不多,是吧,現在就說至少是法語吧,是吧,而且那個建築文化飲食啊,還是有一些不一樣,所以我們想去法語去玩,所以說我們主要去三個加拿大城市,一個是魁北克市,我們非常非常推薦這個城市,非常好玩,哈,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這個舊魁北克,後邊是很著名的那個古堡酒店,然後我們又去了蒙特利爾,是魁北克最大城市吧,然後又去了這個Ottawa,就是加拿大的首都,加拿大首都是雙語城市,有一半說法語,有一半說英語是吧,然後從那兒我們回到了美加邊界的千島湖,由於冰川的原因是吧,形成了大概有1800個島,非常漂亮的那一塊兒,然後我們回到了美加邊界的千島湖,由於冰川的原因是吧,形成了大概有1800個島,非常漂亮的那一塊兒, 但是我們沒在加拿大那一塊兒玩,我們又回到了美國,對,這就是我們主要的行程,然後當然我們去的過程中,回來的過程中,還順防了幾個美國城市,請關注我們啦,請關注我們,非常有意思,這個非常有意思,可能對,就是說感覺這個雖然是一個禮拜左右這個行程吧,怎麼感覺去了好長時間,完全不同的世界,對,回來現在沒緩過神來,就有的時候睡醒了,就想說幾句法語,哈哈,好了, 好了,再見,再見,謝謝收看,拜拜